财阀大小姐到底有多霸气 看到自己家保安在 暴力驱赶一个男人时 二话不说 直接提着一米五的大长腿 就冲了上去 对手抢了一个倒霉鬼的车 冲着保安和男人 就撞了过去 差点闹出了人命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 下了车的大小姐 更是嚣张地直接问男人 陪他一意够不够 甚至直接告诉男人 自己很有钱 让他胆子大点 尽管放开了药 更让所有人惊掉大牙的事 这个大小姐 跟一个精神病一样 一顿胡乱开始给自己 加起了罪名 最后更是还故意制造 一个肇事逃逸的现场 非要自己的私人律师 把自己的所有罪行记下 交给警方 这一顿神操坐下来 直接把在场所有人都整蒙了 可就算到了警局 这大小姐不仅没有收敛 反而更加疯狂 明明检查结果都显示 她体内不含酒精 这个大小姐还一口咬死 就是喝了 还说喝的是二锅头 甚至连她给自己 家的蓄意谋杀 肇事逃逸这些重罪 她都恨不得 按着警察的手火速给她定罪 这下把这个 有着四十年警铃的老警察 直接弄得不会了 就在她不知道咋办时 这个大小姐倒是急了 她直接一个电话打给财团 以自己所有罪名需要和解费为理由 给男人账上转去了十亿和解金 看着十亿进账的通知 所有人都以为这女人 是刚才撞车撞坏的脑子 他们哪里知道 这个大小姐是在用自己方式 为这个男人主持公道 原来在此之前不久 这个男人为她死去的女儿 准备以死为权的一幕 全被大小姐看在眼睛 而她没想到的是 这个自己将来要继承的集团 堂堂韩国四星集团 不仅不想给她女儿工商赔偿 甚至还故意欺骗男人下来 她要起诉男人赔集团钱 这样毫无底线的做法 当听到大小姐的话后 在场的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原来韩国竟然还能有这样 富有正义感的采法